那今天大家知道是一个殊胜的日子 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观世音菩萨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 你们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 他是出家众 他还是在家局势 这个答案实际上很简单 因为我们还给观音菩萨起了个名字 叫大士 观音大士 他除了叫观音菩萨之外 他还叫观音大士 观音大士 它是个简称 这个大士这个称呼 它是大局势的意思 又叫大瑜伽式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今天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 我们今天猪大善人聚会一处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空间里 意义十分的重大 为什么 它是个成道日 成道意味着什么 成道意味着一个凡夫 从凡夫身 通过瑜伽 修炼 然后成就了自己的不坏的金刚身 也就是三身圆满 这个大家听过相关的课程 三身就是发身 报身 化身 什么叫成道 成道就是你的肉壳身 已经成了真正的金刚道气 已经完成了报身成就 成就金刚身 这个才叫成道 大家要觉醒 今天是大悲日 是观音成道日 我们这一生一定要成道 这是个目标 其他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你成为亿万富豪 没用 你成为首相 没用 你是你 做好现在的本质工作 做一个好父亲 做一个好妈妈 做一个好儿女 做一个好员工 就在你当下的这个位置上 去为人间净土 做一份工作 我们今天很多学佛的人 很多修法的人 没有找到这个根本 没有生起大悲心 你从美国回家 看到家里的房子找了 然后你就很庆幸说 哎呀 我好在买了 美国的往返飞机票 我现在算了 我上飞机飞回美国了 这房子烧了就烧了 但是你知道这个房子 你的妻儿老小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都在这个房子里 他们敲打着窗户 在里面鸡娃烂叫的 恐惧的喊叫 爸爸救命啊 老公啊 救命啊 儿子啊 救命啊 你说你们活该倒霉 这是英国 你们要被烧死了 你们要好好忏悔 我要回美国了 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菩萨吗 这个三界如火宅 你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你的心能感应到 你能感应到那个畜生 因为愚昧 所承受的痛苦 你能感受到那些恶鬼 因为没有东西吃 他饥饿难受 饥渴难受的 那个痛苦 能感受到 那些坐牢的 在监狱里的没有自由 不但没有自由 还要受着火床 受着刀割 受着冰寒雪洞 这种痛苦 你应该能够体验 你应该能够绝受 有地狱 时有地狱 时有恶鬼 时有畜生到 所以 那你的悲心哪里去了 你怎么就会舍掉他们 而去极乐世界呢 所以你要去 你带着他们一起去 你要回美国 你把那个房子的火灭了 然后把你们亲人 带着一起回美国 再也不回来 因为这里痛苦 这里是火宅 这里经常起火 这里经常烦恼 所以大家要知道 大悲 观世音这两个字 大悲 你不要白念了 你要真的在整个的 这个修观音法的时候 生起这个真的大悲 发自内心的有一种 大悲 时空在转变 时空在转变 人类到了今天 是我们这些局势们 担负起的这个使命和责任 比出家众更大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要迎来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要变净土了 娑婆世界要变净土 靠谁 那么大家都喜欢这个搞迷信 搞迷信就是什么 一觉睡醒了 这个净土世界就到来 这个就是搞迷信 那这个依报世界 是物质世界 但它需要我们去 这些人 有智慧的人去建设它 因为这是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 诸佛菩萨 不能在这儿建什么东西 它要帮助我们开智慧 我们开了智慧以后 我们是这个依报世界的建设者 所以大家要知道 净土世界 是要我们自己动手 我们自己动脑 去干出来的 这就是人间的净土 不是在天上 我们的老师 就是大悲观实验 跟他学习 发广大圆满愿 不遗漏一个统生